今天又有口福了 又能吃到师傅做的菜 来尝一尝啊 这锅气也够足的 对 传统上一般来讲 就最后放虾皮 那不行 那最后放虾皮 就没有这种香味了 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腥味它出不来 都如了菜里边去 有的时候炒粉丝粘锅 师傅今天教教我们 怎么样加入粉丝之后呢 不粘锅 好葱姜蒜 干椒 先炒锅炒一炒 然后呢 把虾皮 这个虾皮洗好了 都已经干了 放进去 再炒 注意 炒的这个顺序啊 应该是先炒虾皮 而不应该把虾皮最后放 这样一炒虾皮呢 把它的腥味 就可以去掉 并且呢 激发出它的香鲜味来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把包菜放进去 现在放盐 然后放点料酒 然后把粉丝 泡好的粉丝 放进去 放一点味精 放点香油 放点香菜 关注我们 明天